好 要刮别人的胡子前要先刮自己的胡子 这指的是这个监委大人 那么最近呢要考察台铁亏损的状况 结果搭的是台铁里面最高级的商务彩绘列车 而五节车厢里面空空荡荡的 只坐了16名的监委还有台铁工作人员 遭到质疑 监委要考察台铁亏损 自己却反而成为制造亏损的主角 我也问他好了 好不好 被问到搭乘台铁豪华列车考察 负责带队的副院长陈静丽一脸无奈 每一个人都有糖药包 整件事情发生在3月26号 16位监委搭火车从高雄到台东考察 坐的是台铁的豪华列车 总共五节车厢只坐了16名监委 和台铁人员共约30人 好 就像说我们如果今天去搭高铁的话 我们车上也是一两个人啊 所以我们不会想到说 哦 我这个整个高铁车我把它包下来 不是这个样子想的 那我们想说我们一般你的作为程序 应该搭什么事我们就搭什么事 应该付什么钱我们就付什么钱啊 所谓豪华不好华老实讲 可能我觉得这看每一个人的感受 因为委员大部分见多试广嘛 有很多跑到国外去啊 人来人往竟然没有发现 超级豪华的车上只有小猫两三只 没有别的乘客都不觉得奇怪 当然也就不知道这一趟车费 就花了四万九千元 台铁还主动打折优带 监察委员才自付六千多元的车资 讽刺的是这趟考察竟然是要考察台铁的亏损状况 我们谢谢各个受访单位啊 对我们监察委员的尊重 请各个单位不要对我们监委另眼相看 说要怎么接待我们呢 要怎么招待了等等呢 这个列车整个的费用好像要四万九啊 我们的造一般票价付了六千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差额的部分啊 统统会还给台铁 王建轩说了话 叫别人不要对监察委员特别好 也承诺要亡羊补牢 要把钱补足给台铁 被外界称为王胜仁的王建轩 没有谴责自己人 欣然接受台铁的special招待 要刮别人胡子之前 也要把自己的先刮干净 中天新闻黄明君 黄卉庭特别报道 黄卉庭特别报道